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据悉 1986年至今 三星堆遗址1号到8号祭祀坑 共出土约8颗青铜神术 其中 出土于2号祭祀坑的1号神术高3.96米 由200余件残剑修复而成 是迄今为止中国所见青铜文物中形体最大的一件 也是三星堆博物馆的镇馆之宝之一 高约1.1米的3号神术则由70多件残剑修复而成 余剑介绍 三颗神术存在着一定的共性 在体现出古蜀人的太阳崇拜的同时 也展示出与十日传说相关联的可能 像1号神术以及2号神术 它都会有分三层 然后每一层里面它都有三个数字 数字上它都有一个利鸟 这个可能就跟我们的十日传说有一定的关系 也就是说在《山海经》上记载的这个青铜神术 包括了扶桑术 剑木术以及若木 所以这些就可能是代表了当时古人对神术的一个崇拜 三号神术跟一号神术跟二号神术 它们又有稍微区别 因为一号神术跟二号神术它都是一根主树干上去 但是三号神术它是分了三个数字 在三个数字的每一层上它又分成了两层 总共也是九根数字 所以它们的共性就是它们都是分了有九根数字 还有一个特点就是我们的人手鸟身像 代表了像太阳神的造型 是在三号神术的数字的顶部 这个其实也是代表了当时古属人可能对太阳的崇拜 同时三颗神术间也存在如高度大小不一 形态不同等差异 于建认为这或许也能证明其使用功能和用途的不同 一号神术跟二号神术它虽然都是三层 然后上面都有利鸟 但是它的整个的利鸟的形状 特别是它的翅膀是有差异的 我们可以看到其实一号神术 利鸟上它的翅膀是朝上的 二号神术的利鸟它的翅膀是朝下的 它有可能代表了一号神术是在太阳升起的地方 它有可能是浮上术 二号神术会不会可能是代表了太阳降落的地方 这个有可能就代表了是幼木术 同时整体来说目前包括一号神术二号神术 它的中间主树干的顶部还是有缺失的 所以这个就跟我们说的时日传说 它到底是不是在主树干的中国会有一个鸟 那么这个可能就是还是后续该进行研究的一个地方 现在不排除它到底是利鸟吗 还是跟我们三号神术一样是个人寿鸟生象 这个可能要在后续的残舰里面的清理 它能不能有跟它的断裂口相吻合的这些器物才能去判断 鱼剑介绍 由于二号神术还有残舰带巡 因此针对二号神术的传统修复 还需对出土的万鱼剑残舰进行清理保护后再做判断 这一次的二号神术它出土的大量残舰 分别分布在二号坑三号坑以及七号坑和八号坑 所以它是属于四个坑里面明确是跨坑凭借的一个器物 所以我们接下来其实比较难的地方就是 因为二号神术可能大的残舰我们已经找到了 但是它可能会有一些比较细的 就像青铜鸟这样它可能有比较细的已经残断或者成很多块的这种小碎块 目前还没有清理完整个新的六个基石坑 它所出土的带编号的残舰大概有一万七千多件 目前我们已经完成了四千件左右的青铜器 精器 玉器以及象牙的这个保护清理工作 我们希望在后续剩下的这一万多件残舰里面 我们给它再进入清理保护的时候 能不能再发现跟二号神术相关的残舰 希望能够找到除了1.123之外的 其他能够拼接出或者进行修复复原好新的这个神术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